我們先來跟各位介紹這一個 因為其實現在的網路的什麼樣 語音辨識技術已經變得比較厲害了 所以其實這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Google文件 一個叫Speech Notes 用講的就可以 用講的就可以 但是很重要的是什麼 速度 辨識率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試看看 一個最簡單的 Speech Notes是完全不需要 登錄帳號 也就是他就是很單純的一個雲端服務 你進來就可以直接用 進來就可以直接用 那如果你是用就是Google文件 當然前提就是你有Google帳號 對不對 看起來今天來這邊比較慢一點 好 你進到這邊之後 你先選一個你主要的語系有沒有 我們在這邊 好 那右上角這裡就有麥克風了 所以按下去 等一下你也可以試看看 今天來到東海大學 進行研習 我們來試看看 語音辨識 不小心是錯了 辨識跟電視有沒有 所以當然難免會對不對 你就可以先停一下吧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當我在講話的過程裡面 我如果有停頓 他終究有沒有幫你割開 那我們現在這個語音辨識 他都做兩層 一層就是什麼 直接的語音 就說聽到他就馬上辨識 那第二層是什麼 等到他那個字下來的時候 準備要下來之後 你講了一句話完成 他還會做整句的語音翻譯 所以說你會發現有時候你不要太急 不要急著說我看到 他知道辨識出來是錯的 馬上就改 不用不用 你先稍等一下 他 有時候第一次出來是錯 那是他整句語音 發現這樣可能比較順 他會再幫你修正 會再幫你修正 當然我們現在這邊直接錯了 你可以就是直接刪掉 那各位應該有發現 這裡面有燒什麼 標點符號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下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有一些標點符號 所以你比較喜歡打字還是比較喜歡點標點符號 他不是都有幫我們隔開嗎 有沒有 這樣有比較快一點吧 應該跟我們用打字的速度 如果你 你們應該都是用注音比較多對不對 請問有沒有別的速度吧 我是用無聲音的 所以我沒有標點符號的困擾 因為無聲音是這樣子 語音辨識對不對 你看 我就打完了 所以我沒有標點符號的困擾 但是你用注音的會有對不對 那你這樣打完了你就直接複製 你就可以拿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你覺得 行動裝置上可會用 如果你的行動裝置 就是你的電話不是用來講電話的 那那當然是大概不能用 因為不能沒有麥克風 好如果你有麥克風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了 對不對 好那這是一個 那另外呢我們來這邊看一下 我們剛剛有提到 在 Google文件也有 好所以你看一下 Google文件這邊 Google文件的 語音輸入在哪裡 在這邊工具裡面 有沒有叫做語音輸入 就在這裡 目前只有Google文件有 就是其他的 像那個試算表那些就沒有 好進來一樣 那 這裡有那個嗎 有那個叫做標點符號嗎 好像沒有看到對不對 好在哪裡 在這裡 這裡 不是注音 是這個 不過你們要注意一下 因為有些同學 你的螢幕比較小一點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知道嗎 沒有看到注音 有沒有發現 在音樂在哪裡 在這邊 因為你螢幕不夠大 更多選項的注音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如果你回去沒看到的話 就是再找一下 好 請問有沒有看到標點符號了 有了對不對 所以一樣囉 按下去囉 Google語音中文辨識 其實效果也蠻不錯的 真的 即使我打字的速度很快 我也想偷懶一下好嗎 請問 這樣打字速度夠快嗎 但是我手都沒有很累哦 可以接受吧 可以 但是一樣的 他們就是都少了什麼標點符號 但是Google這邊有一個好處是 他的標點符號是全形的 我們剛剛那邊的標點符號是半形的 這樣清楚 反正其實如果你用的話 你用握的可不可以把半形直接變全形 有那個功能 可以用替換的對不對 好 好 那 看過這兩個之後 各位你覺得這樣你滿意了嗎 覺得今天來有值得嗎 以後你應該知道 請問你要不要用打報告的 不用嘛 也不用寫報告 是用講報告的啊 其實我這樣還不是很滿意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沒有標點符號還是差一點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可以有標點符號的 答案當然是Yes 我們找給你看來 在這邊 順便跟各位講 OneNote 你除了回到這邊來 直接用這裡 也可以怎麼樣 在上面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裡可以直接跳 好 你就不用再回去那裡 那我往下走 找到這裡給你看一下 就是這個 因為我今天來不及把我手機的畫面 連到這邊來 但是我的文章上我都有錄影 這裡有一個比較特殊叫訓飛語音輸入 因為我問一下各位 你在行動裝置上 我們剛在電腦上打字 應該算是相對方便 請問在行動裝置上 你覺得 輸入會快嗎 行動裝置上要輸入應該蠻困難的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要很多表情符號了嗎 因為打字很慢啊 讚啦 OK啦 有沒有就直接用選的就好啦 所以就不會想要講太多 可是有時候表錯情也不行啊 對不對 有時候人家傷心的時候就來按個讚 那你不是會被罵 罵臭頭的 所以以前FB為什麼只有一個讚 大家都 說不夠 後來才改了嘛 那我們實測一下這邊給你看 讓你看一下說 是不是用這樣的方式可能會更方便一點 它是一個輸入法 所以你在行動裝置上 去被移民出入法 按下麥克風 我們就可以開始輸入 今天有看到一則很有趣的經文 所以現在 有沒有發現標點不怕自己打上去了 記錄下 如果已經說完了 請按下說完了 但是還是有可能會辨識錯哦 對不對 對 可以來這邊做一個時空的修正 按下說完了 或者你也可以切換到手寫輸入 他也有提供手寫輸入 他唯一沒提供的就要注意 因為這是對岸的 所以他只有拼音的方式而已 但是因為有手寫嘛 所以你就打幾個字有錯的 你可以自己用手寫的也可以啊 那他也有很完整的什麼 標點符號 有沒有 左手邊這裡有這些標點符號 還有表情符號 這樣瞭解吧 中音輸入也都可以直接切換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不錯啦 尤其是各位 你在怎麼樣 你在行動裝置上 雖然我們剛剛那個也算方便 可是行動裝置上 你要複製文字方不方便 你覺得你自己在行動裝置上 你要複製文字 是不是要按住很久 然後他就會跳出那個 然後自己在選範圍 對吧 目前來講行動裝置上 選東西還真的是不方便 所以用這個方式有個好處 因為他是一個輸入法的 所以比如說你在LINE裡面 你在FB裡面 你在一些記事裡面 我就直接進到那裡面直接 講完就進去啦 他就等同你哪次嘛 你了解意思了 你就不用再複製過來複製過去了 所以這個是我其實現在比較 常用的一種方法 比如說方法 當然你要找那個 比較夜深人靜的地方 哈哈哈 你念他才會收得到啊 對不對 你太吵的 別人的講的 他還會順便幫你翻譯一下嗎 這樣OK 可以然後這個 這兩個給各位參考一下 Давай 再見